美国国会众议院调查2021年1月6日国会暴乱的特别委员会 10月13日公开新取得的联邦特勤局近100万份通联记录内容 显示前总统特朗普以及联邦调查局FBI 国会警察 华盛顿特区大都会警察局 特勤局等机构 早在1月6日报告 暴乱发生于10天前就收到国会暴乱的情报 知道国会恐爆发暴力事件 根据特勤局一份报告 FBI收到现报称 骄傲男孩携带武器闯进华府 而且人数超过警力 该消息指出 他们的计划就是要杀人 拜托慎重看待此消息并进一步调查 众院情报委员会主席谢安达表示 特勤局资料提供扎实新证据 有助了解国会暴乱当天与后续发展 目前该委员会仍持续查看这些资料 有资格领取疫情期间 儿童抵税福利 纾困支票或其他退税的 共计900万美国民众 很快就会收到来自国税局AIS的通知函 提醒不要错过应有的机会 美国国税局局长瑞提格10月13日指出 许多符合领取资格的民众必须申报2021年联邦所得税 才能拿到福利 通知函将提醒尚未领取的民众可能符合资格 信中将有如何申请的步骤说明 符合儿童抵税福利领取资格的家庭 如果尚未完成申请 必须在今年11月15日期限之前 前往非盈利组织美国城市代码与财政部 白宫合作推出的登记网站 getctc.org填写资料才能拿到补助 美国10月13日再次将新冠公共卫生紧急状态延长90天 以应对冬季可能出现的病例激增情况 美媒指出 这清楚地表明拜登政府仍然将新冠疫情视为危机 美国cdc数据显示 自1月份奥密克戎病例大规模激增以来 平均每天仍有300多人死于新冠 日均近3500人应感染新冠病毒住院 自新冠大流行开始以来 医院每年秋冬都人满为患 有时甚至把医院逼到崩溃的边缘 巨峰伊恩重创佛罗里达州后 房屋受损或全回的民众纷纷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 纽约时报报道称 这场风灾让佛州房地产市场与保险市场双双受到威胁 若以相同币值计算 伊恩飓风的保险理赔总额约是1992年安德鲁飓的一倍 气候变迁让房屋保险成本大幅增加 如此趋势将让劳工阶级与中产阶级的买房经济压力升高 气候变迁让飓风以及其他天然灾害破坏力越来越强 房屋保险成本因此节节升高 一般消费者变得无力负担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0月13日表示 俄方不会向任何准备对其采取限价措施的国家供应石油 无论对方开出什么价格 这种做法是在干预市场机制 俄方准备好与那些愿意按照市场行情做事的顾客合作 此前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强调 俄方不会在违背本国利益的情况下出口能源 诺瓦克警告称 如果西方国家对俄石油实施限价 在俄方无法将石油转运至其他市场的情况下 俄将减产至需要的水平 他说俄方反对这种非市场手段 其对能源市场非常不利 只会导致赤字和能源价格上涨 消费者将为此买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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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 感谢观看